好那么呢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 加摩擦 那么呢如果大家呢想稍稍的加一点摩擦 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撞击 因为呢在撞击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觉得 哎这个球我的力量掌握不好 对不对我这个保险加少了 我会不会这个总是拉出界呀 总是拉失误呀 我有点害怕 那么同时呢我的感觉自身的力量呢又不是很多啊 那么呢我习惯性的把这个球拉的转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来看啊 你的板形就不要向后板形 看量这么多了 而是正常的板形 大家来看啊 我们垂直啊 这个板形稍稍的向前压一点点 就完全可以 因为太压的话 毕竟它是一个下旋球 我们不可能说摩擦球的是纯上部 对不对 我们呢把板形稍稍亮开一点 摩擦球的中间啊 中间稍微偏下一点的左边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好拉 来看一下啊 来 看这个时候 看我的力量没有太多 但是我的摩擦 大家来看一下 就会比较多 对不对 你看 这个球呢它更多的 看就是稳一点 看见了吗 这个球 看 基本上 对不对 看 这个球呢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呢会相对的稳一点 没有这么爆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打比赛当中啊 两者 你都要有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到9比9 10比10 我还敢这么去打 太少了 基本上呢 在8比8 9比9 10比10 除非你去搏 那么呢 基本上我们 如果你不搏的话 这个球就加保险更多 就会有大家看到的第二种 加摩擦会更多一点 所以说两者都要有 在比赛不同的时候 我们去进行用它 那么呢 同时呢 这个一个是板形 稍稍的 看 在完全垂直的情况下 压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 这是我们首先说的一个板形 那么第二点 同样是运行轨迹啊 如果说这个球啊 我想把它拉的转一点 就是大家有可能会觉得 哎 这是不是高调啊 其实呢 它又不是一个高调 因为这个球 我还是向哪里 向我的右前方 走得更多一点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我的出手 没有刚刚这么快 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会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在第一个撞膜的时候啊 看 我应该是板形亮开之后 这一瞬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会做得更快一点 就是我的托板会更快 但是呢 我如果说摩擦更多一点的话 我同样是向右前方 横向去发力拉的时候呢 但是我的托板会慢一点 就是说让这个球 在球拍上停留的时间长一点 大家来看一下啊 第二种 听声音 看见了吗 第一种 看见了吗 就是我的第一种 跟大家说的撞加摩擦的话 那么呢 它的托板会快点 这个力量就有点 边打甩的感觉 那么呢 第二个 我们说的加摩擦多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就吃球更多一点 让它有这个弧线 把球拉得更稳一点 加保险 所以说呢 它两者 都是要向右前方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第一个 我的托板一定要快 就这一下 我要让它出去 那么呢 第二种 多加摩擦 就是这个球 我一定要把它吃住啊 所以说两者 大家都虚 那么呢 接触球的部位 刚刚我们说了 是球的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呢 再加摩擦 多一点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这个位置 是大家要去击球啊 这是中间 对不对 我们呢 在第一个环节当中 说的撞击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中下部 这个位置 看 中下部 偏左一点点 这个位置 我们去击球啊 那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摩擦呢 相对更多一点的话 我们首先 板形没有这么的亮 是不是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中下部 就是比刚刚稍微的 再提上来一点 然后往左多一点 就是它只是 一点点的差别 就是乒乓球 它不可能说 有特别大的差别 就是需要大家呢 去感受一下 我刚刚呢 只是做了一个 小小的比方 嗯 做了一个 小小的比方啊 所以说呢 大家这个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啊 来 我问一下球们啊 我问一下球们 关于第二点 撞击更多的 这个摩擦更多的 我说明白了吗 一个是我的板形 一个是我的出手的运行轨迹 还有球 应该击球在哪里 说明白了 喜欢摩擦多 加保险 对不对 那完全是可以的 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呢 其实还有一点 在第二点的时候 这个浪克剑西 突然说到 想起来了 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理解的 高调 反手 它一定是有高调的 它跟正手一样 反手也一定是有高调的 但是呢 这个高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高调的 同样也是摩擦多一点 但是 它跟第二种的板形 是完全不同的 什么意思 我在拉高调的时候 我的板形应该是 亮起来一点 那么接触球了之后 我的前臂的动作 不会说 像我的右前方 走了这么多 大家来看一下 而是说 我直接有点像 横向用力的感觉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高调 也是加摩擦 看 看见了吗 就是 看 这个就是高调 看 我就直接加摩擦 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接触球的 同样是 中下步偏左 但是呢 我的动作 我的动作呢 不会说像前两个一样 往我的前右方怎么多 走的这么多 我一定是 会横向的用力 就是直接往我的右边 多走一点 但是呢 这个板头发生了变化 我从引爬的 看 我从引爬的这个位置 我会转动的 看见了吗 稍稍的 大家可以看到 让我的板形起来点 这个时候呢 除了摩擦要多 在球拍上 停留的时间要久之外 我们的机球点 就不能像刚刚一样 都在高点期啊 或者是上升期 我们的机球点 就要把它放在下降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时需要用到 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球 尽可能的在你的板头 多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把球给拉出去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二种啊 第二种我们的摩擦 直拍示范两个行不行 可以啊 直拍我们示范两个 对 一会儿呢 我会 我会专门说一下 直拍怎么用力 横板怎么用力啊 横板跟直板应该怎么用力 但是我拉的不好 大家见谅啊 来 看到这个就是撞击 撞击就会多一点 太高了 这个球 看 撞击 多一点 那么呢 这个就是 看 摩擦多一点 看见了吗 直拍横打 真挺难的 我的这个板头没出去啊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谢谢大家 板头没出去 这个 再摩擦 再第二种摩擦多一点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就行啊 看 看 板头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向你的横向 多用一点力 看 向你的右前方 看见了吗 多用一点力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一个高调啊 我的我的 不行不行 太磨了 纸板的球 太厉害了 这个 我的手 有点出不来 就是这个手腕 大家如果 打纸板的话 就是 首先呢 这个球拍 它一定不会像 我的横板这么长 它不会 有这种 憋着的情况 那么呢 一会儿我们 也会说到 在纸板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 用力啊 怎么更好的用力 就会发生了 就会发生了 这个手腕